星星癞室 星癡室 哈囉大家好我是Linda 每一年6月呢就是我最期待的月份 為什麼呢 因為夏天到來就可以瘋狂 去做各種戶外運動 通常汽車啦 潛水爬山 都非常的舒服 再來呢就是身為雙輔座六月 就是我的生日月啦 超級期待 但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我們從五月中 一直到現在六月中 其實已經在家裡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了 雖然今年六月呢 就是註定只能待在家裡 但沒有關係 超級感謝乾爹送來我們的生日禮物 耶 看一下這台超級漂亮搭載 Intel i7晶片的 ASUS VIVO BOOK S14 看這個顏色是不是跟戶外卡 超級超級搭 看著它就可以想著抗疫結束之後呢 可以繼續開始我們的戶外生活 身為創作者呢 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好的工作夥伴 也就是筆電啦 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台新筆電有什麼功能 還有我的防疫生活都怎麼夠的吧 開始 好因為我住家跟工作室超級無敵景 所以呢我就是每天會 走來工作室 工作因為這邊器材比較齊全 然後或者是大家現在看到 我每天晚上八點直播運動 其實也都是在我們攝影棚 好啦現在來到我們棚了 後面就是平常工作的地方 拍片的地方 然後大家看我在這邊 還把直播的東西都架好了 這是我的頻道名稱 這台筆電真的幫了我很大的忙 每次就是帶著它在工作室這樣 上上下下跑 然後在那邊工作 OK 那今天呢就要開始來跟攝影師 一起拍一下我們的現象照 那因為現在有規定就是室內要低於五人嘛 所以我們就通常就只有攝影師跟我 OK開始工作 所以我就要把我的車拿下去樓下空間很大的地方架起來 因為現在不適合做戶外運動嘛 只能做室內運動 所以呢就剛好用了新筆電來用自行車 雖然呢我的公路車也在工作室 但是因為公路車是疊殺 然後我這台計時車是C甲 我在公路車沒有那個 我的訓練台目前是沒有Adapter 所以就只能用計時車來駕訓練台騎車囉 帶出一下我的車子 登登 準備 好熱 給大家看一下我縫的超方便 這車跟訓練台駕好了之後呢 還有這個 就是平常監視螢幕在用的這個器材呢 我把它拿來放筆電 攝影棚就是什麼器材都有 怎麼架都行 平常拿來工作的東西現在拿來打電動 呵呵 然後我晚上運動啊直播也都是用這些器材 有攝影棚是不是太好啦 現在疫情在家不動真的不是辦法 因為已經不能去戶外做運動不能騎腳踏車 然後也不能去爬山啊潛水什麼都不行 所以在家裡一定要想辦法動 那我現在呢就是每天晚上八點 有一個我的贖罪小教室 就是吃太多了之後 就每天晚上要來小小的運動一下 每天呢我覺得在線上選一些 我覺得國外的那些運動的部落客 他們拍的比較不錯的影片 然後選一些什麼 例如20分鐘的全身體運動 然後有些是下半身 有些是stretch這樣子 就各種的課 像今天呢很開心是我的好朋友 澤瑞教練要帶我們一起運動 然後還有Cindy啊 還有Brenda一起 就是大家一起在這邊 線上一起直播一起運動啦 我覺得沒辦法 疫情就是只能這樣嘛 大家在家裡面就只能線上同步這樣 大家看到我腳踏車也站在這邊 訓練台也站在這邊 所以就是平常就是想想騎車 就是用訓練台訓練 然後想要晚上運動那個 參加我的贖罪教師的話 就是在後面用那個瑜伽店 然後做一些身體的訓練 一些生長 也因為疫情這段期間都在家裡面 也請了瑜伽老師來幫我上線上課程 因為不想浪費這段時間這樣子 所以也不錯 就是推薦給大家 如果想要晚上八點 跟我一起贖罪的話 就歡迎看我的IG直播 我會精選一些不錯的運動的影片 來跟大家一起線上甩油動一下 今天的影片 你也可以在家裡 好 打開 小聲 打開 吶 掃 小聲 在這段期間在家裡面除了工作吃飯睡覺以外 大家做最多的事情可能就是追劇了 那我自己也看了很多我喜歡的劇 最近最迷的就是在描述英國王室的整個故事的這個叫The Crown 然後中文是王冠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 因為這種歷史大片你就可以邊看邊查歷史 那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這一齣很推薦給大家 然後如果喜歡看可能比較溫馨的劇情的話 我自己還有看那個紐約新意革命 英文叫做New Amsterdam 還有比較偵探或是警匪一點點的那個黑名單 The Black List 我也都追得非常徹底 已經全部追完了 現在正在等美國上完之後呢 到現在看看新的發展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看美劇蠻特殊的是 因為去年他們剛好也在疫情的期間在封鎖嘛 然後我最近追到的那個紐約新意革命跟黑名單 都剛好他們播到去年紐約lockdown不能拍攝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們的完結篇都跟疫情很有關係 台灣雖然過了一整年就是跟大家都時間不太一樣 我們去年都歌舞生平嘛 就是沒有疫情的狀況 大家都很正常的在生活 所以反而到今年我們現在比人家晚了一年多 疫情爆發 再看他們一年多前紐約的狀況 你就會有一種好 有一點點被撫慰到 就是你知道說好 世界的另外一個角落也跟我們發生過一樣的事情 然後他們現在OK了沒事的 所以我們一定也會安然度過這次的危機 所以就是大家加油 努力的在這段期間說乖乖待在家裡面抗疫這樣子 所以大家真的是這段時間 我們就一起待在室內減少跟人的連結這樣好不好 跟各位介紹一下這一台的數字的VIVO BOOK S14 這一台才1.3公斤 非常的輕巧 然後大家看一下這個外型 這個金屬的質感真的是美到不行 然後這個顏色真的是正合我 因為喜歡戶外運動的朋友們 一定都很想念大自然的樣子全綠色的視野 那在家裡能夠看到這樣漂亮的一個外型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賞心悅魔 那這台呢 它是搭載全新的intel Core i7晶片 然後它也是新的intel的evo平台上面的一個產品 那evo平台我覺得最特殊的就是 它非常非常的人性化 因為像我們創作者 就是一天到晚又要剪片啊 又要修圖啊 然後又可能要寫文案啊 然後在官網編輯文章啊 然後各種文書處理 然後同時視訊媒體 做各種遠端的工作 就是你在這麼多工 然後一天到晚要快速切換 各種視窗的狀況之下 這evo平台它會自動去偵測你 它設計好就是會看你的使用狀況 去讓你的電池的續航力可以更長效 然後讓你使用起來 可以更高效率更順手 這台比天原廠出貨的時候 就會附贈一個電包 還有滑鼠 讓你可以帶著到處用 那有一點我自己蠻喜歡的是 它的充電器就是也蠻輕巧的 帶著也不會是負擔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側邊的孔啊 其實它這邊孔很多 就你不需要再額外購買一個 讓你可以擴充的孔 因為它這邊孔都有超多的 然後充電就是在側面 然後這邊呢也還有記憶卡的槽 還有滑鼠USB什麼都非常方便 像我們創作者一天到晚在那邊傳檔案 有的沒的 有這麼多空我覺得非常方便 我不需要再額外帶一個adapter在那邊使用 大家都說現代人的生活真的跟手機完全無法脫鉤 但我覺得身為創作者呢 是完完全全沒有辦法跟筆電脫鉤 因為像我每天早上一起床 首先第一件事就真的是先開筆電 然後看看有沒有什麼重要信件要馬上回復 就是可能要跟客戶溝通啊什麼的 然後同時又需要跟夥伴協作 可能要視訊因為就遠端啊會議之類的非常的多 然後常常又要透過筆電 寫文案然後又修圖剪影片 到處去到哪都可以工作 沒有帶筆電真的是沒辦法 用手機有時候這螢幕太小看了 就是眼睛真的會很累 然後像大家看到就是 8點每天晚上的這個酥醉時間呢 就也是用筆電在看那個大螢幕 就是看Youtube影片跟著一起鬥 然後跟朋友一起直播跟教練一起上課 也都是用筆電 然後甚至騎腳踏車訓練台也都需要用筆電 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一天沒有筆電會怎麼樣 像我自己啊以前疫情還沒開始之前 就是到處全國出差啊或者是甚至出國 一定必帶的真的就是筆電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急事需要出名 所以真的很開心 謝謝這一次乾爹 在我生日這個月 雖然很可惜要待在家裡面都沒有辦法出門 不過沒關係 疫情一定會有終點的那一天 然後在這個月裡面可以好好的 跟我的新生日禮物一起培養感情 然後好好的待在家裡面防疫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訂閱 然後也歡迎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那如果對這個筆電有興趣的話 我們下方的那個資訊欄都有這個網址可以點進去看 那最後呢疫情的期間呢真的要好好的呼籲大家 戴上口罩如果需要出門的話 然後一定要請洗手 那最好是如果能夠不要出門就都不要出門 這樣會比較安心一點點 那希望呢在我們共同努力之下 我們可以挺過這一個很艱難的時刻 大家就是安安心心的待在家 好好的靜待世界恢復正常的那一天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囉掰掰